Hi 大家好 這裡是肥仙信 我是Jason MacBook自從2020年推出新款的 16吋、14吋的機型之後 就開始搭載了如同iPhone一般的瀏海 而如此搶眼的設計 卻只是為了攝影機 的確是讓人覺得相當的可惜 而iPhone也在相隔一年之後 推出了全新的動態導設計 在這個概念出現之後 Mac也開始出現了 許多類似動態導的APP TMac的瀏海增加了相當多 很有趣、好用的功能 而今天要介紹的 The Boring Notch這款免費的APP 就是一個相當實用的瀏海工具 下載完安裝之後將它打開 接著將你的優表移動到瀏海的位置 如同iPhone一般的動態導特效 馬上就會出現了 在這上面你可以看到電量 最近播放的媒體 以及行事例整合的事件 而點擊左上的頁簽 可以切換到資料傳送的功能 這邊整合了Airdrop 你只需要將要傳送的資料 拖拉到瀏海 等一下 然後再繼續拖拉到Airdrop的區塊 就可以開啟傳送介面了 在很多沒有分享按鈕的地方 這個功能用起來就非常方便 第二個是右邊的檔案暫存功能 它跟知名的DropOver非常相似 同樣的將檔案拖拉到瀏海後 換到右邊的暫存區塊 接著你就可以再切換到 你真正需要放置這個檔案的地方 然後再將它拖拉出來就好了 暫存區可以存放很多個檔案來源 像是網頁或者是Finder裡面的檔案 都可以丟進去 用這個功能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等到你有空的時候 再將那些暫存檔案 拖拉到你的目的地去 我會打斷你目前的工作 另外拖拉的時候 你也不需要開兩個視窗 一左一右才能方便你拖拉 更不用說 用Command加Tab的方式來切換 是更不好拖拉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目前這個暫存功能 現在一次只能拖拉一個檔案出來 所以不太適合大量暫存之後 再一次拖拉出來的使用方式 另外目前也發現了幾個小缺點 像是截圖或是螢幕錄影 就會出現瀏海的黑影 第二個是音樂播放的時候 如果沒有先暫停再關掉音樂的話 常常就會出現音樂還在播放中的狀態 最後一個就是AirDrop的視窗 有時候會出現殘影 但如果你真的遇到後面這兩個問題 基本上只要將Balling Notch 關掉重開就好了 雖然目前還是有這些小缺點 但是Balling Notch 還是非常值得你嘗試的一款免費App 希望未來作者可以持續改建 讓Mac的瀏海能夠跟iPhone的動態導一樣 整合更多好用的功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